中文字幕——YK 然而要如何做出口感黏密 又不是健康美味的紅豆沙呢 今天Kevin就要來示範給大家看 萬丹的紅豆你直接就是洗了 煮450克的紅豆 我們先用三杯半的水 給它煮半小時 然後半小時後 你看到水快收乾了 然後你再加三杯半的熱水 再給它煮半個小時 就是這樣 這個萬丹的紅豆 我一直聞到紅豆香 來 我們看一下 不要太多水來煮它 因為我們煮到最後一個小時後 是剛好要收乾 你才有辦法吃到它精華 你看這個紅豆飽滿 然後粒粒分明 不要煮到破破爛爛鮮 OK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把芥蘭拿起來 然後我們要加糖 450克的紅豆 我們不要煮太甜 是 所以我用225克總共的糖來加 一般 一般傳統是1比1 對 我們先把冰糖先灑下去 因為冰糖比較慢熟 我今天選擇不是下的冰糖 因為我要它的色澤 OK 讓它灑下去 讓它慢慢蜜下去的感覺 我這邊我要轉中小火 10分鐘 白冰糖我用75 恰刷用150 總共225克的一個糖 OK 糖下去給它10分鐘 媽咪 3分鐘把它拌一下 OK 我現在給你先吃我的 做好的豆沙 好不好 因為要做這個粽子 豆沙要先好 先做好冷卻 對 然後現在你吃吃看 有沒有 不膩 不甜膩 為什麼呢 因為沒加油 這個完全原味 只有原味的紅豆 加剛才我加了糖 然後再加七葉蘭的一個香氣 就是這樣 這個 你因為是中小火 你每3分鐘要攪拌一下 你看 它開始會蜜出它的糖汁 10分鐘後 還要轉小火給它30分鐘 給它完全收乾 OK 所以今天我就要用這好吃的豆沙 來做真的很有紀念價值的 上海奶奶教我做的上海豆沙粽 上海豆沙粽 所以妳要什麼形狀 我要長形的 因為我是做長粽 好 大概60塊 好 差不多了 要把它這樣子 對 長的 要多長 差不多10公分吧 好 就是一個巴掌這麼大 長的 種葉 台灣的種葉很多種類 那香氣就是這個麻竹筍葉 麻竹筍 妳聞一下 哪一種的香 這個比較香 對 所以如果說妳不會包的話 妳也可以說一葉這個 一葉這個 就變成兩葉overline 這樣也不錯 這個在外面 那這個比較綠的是什麼 OK 這個比較綠的也是麻竹筍葉 可是這些葉一定要洗乾淨 因為它有 先大量水 沖灰塵 對 然後再來一葉一葉 就是用刷的 來 這給妳洗 兩葉 兩邊 兩邊都要刷 對 兩邊都要刷 好 這個洗完就泡一下 這樣子會比較 會更乾淨 OK 好 然後洗這個 好 那我這邊有熱水 我們要來汆燙 好 要很燙的水 OK 綠色的我們就不要汆燙 因為妳會把那個香氣燙掉 OK 妳會發現 好香喔 所以不能燙太久 妳看 很軟的 已經很軟了 等一下妳包起來不容易裂 OK 那我要一個濾網 那我們就把它濾很乾 蒜海豆沙中最好吃的地方就是 它是白裡透紅 白裡透紅 煮到它好像透不到 看到裡面的紅豆沙 對 所以這個米要用原糯米 OK 我們這個原糯米 我們不要泡久 我們只泡半小時 OK 好 沥乾以後要拌什麼 拌鹽 這個是今天一斤 用1.5茶匙 加一點點鹽 為什麼 不脹氣 比較不會脹氣 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 你甜通帶一點點鹹 比較不膩 比較不膩 對 好 我們把這個鹽要拌得均勻 不能吃到一坨鹽在那邊 主要是讓這個鹽均勻 所以如果說 妳要吃這個粽子 比較健康加快 你可以加雜糧 OK 那這邊 你可以2比1 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雜糧 先拌進來 然後再把鹽巴撒進來 3分之3茶匙 當然這個鹹度 你可以自己拿捏 你也可以減少 那我們一樣把它拌一拌 這樣子是不是健康多了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人 有些人如果腸胃 不適合吃太多糯米的人 配這個雜糧反而好 對 雜糧也比較是粗食 高鮮 所以便祕的人 也是要吃這個餐的雜糧的米 我覺得也是比較健康 OK 好 好 我們米拌好了 材料 這個只有紅豆沙 所以不油不膩 然後再來就是要把粽葉擦乾 現在就是把這樣濕搭搭的擦掉 OK 粽葉都好了嗎 對 擦乾了 乾乾淨淨 所以你看頭尾都剪掉之後 其實包的時候 這個比較沙的時候 比較不會塗到 然後我們通常是這個項內 這是粽葉的裡面 項內 這個項外 有嗎 有一根葉子中間突出來的項外 然後選了一下一個大的完整的 一個小的在裡面 大 然後尾巴重疊 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因為我們是做長重 就反折 把它變成一個漏斗 這樣子 幫我放一個切 對 這個要包鬆還是包緊 包緊 它不是減重 是米重 就這樣長這樣 OK 然後輕輕地蓋在豆沙上面 不要盡量一直壓到它 這時候要注意 奶奶有說這個腳要尖 要尖 對準 讓它鞋子 好像包長腳 那我再蓋一個葉子可以嗎 好 你要吃那麼多 好 香一點 香一點 我再蓋一個 蓋棉被 然後就這樣子 可以蓋住 這樣把它黏緊 對緊中間 好 然後腳要給它出來 蓋 然後這時候奶奶說 傳統的就是一定要展現女人 增線 對 好像裹腳粽一樣 這邊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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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對 有平衡的 對 有平衡的 就是把它 所以你會看到很漂亮 真的 所以它包起來是這樣長的 好美喔 你這樣裹腳粽有沒有 長型的 OK 長重 好 再一個 再一個我們就包雜良好 OK 你有沒有覺得包這個順好一種 對 這個是有功夫的 要有耐心 不能急 是 可是每一粒都很有品質 對 爹爹 如果我覺得 我覺得熬豆沙時間都沒有 可是我又想要吃到紅豆的味道 我介紹你 比較北方的紅豆粽 很簡單 不用煮紅豆沙 不會用煮紅豆沙 對 我們就是把這個米一斤 泡半小時 然後再把這個紅豆泡40分鐘 然後我們直接就加進來 你也不用去熬紅豆沙 OK 這種紅豆裡面會塞 這個是籽都挖掉的紅棗 所以我這邊也一樣 拌那個鹽巴 好 把鹽巴要拌得很均勻 你看你這樣把它拌均勻 OK 這樣就可以包了 這樣就是紅豆百米粽 對 這樣子包法要比較簡單 包法你就是包台灣那種四角形的 不用這種長形的 OK 這樣子可以了 OK 好 給你包 好 給你包 好 給你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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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土粽子有一個重點 水分要夠 然後要滾滾的水 滾滾的水飯 然後你有做記號 好 因為炸涼的要煮大概兩個半小時 然後白米的 白米紅豆菜要煮兩個小時 那這個呢 我們包的這個小小的 因為都是生生的紅豆 這也要煮兩個小時 OK 粽子用灑的 它的粽葉會很香 然後 又放漆了 對 像這樣子不行 會失敗 對 你的水分要夠 大概可以要到7公升的水 要熱熱的水 你不要加冷水 然後大概每15分鐘你要來看 為什麼呢 是要看水分有的 因為我們要透到裡面 那個生米生紅豆都透 所以一定要維持一直 火候要對 一定要蓋著煮 不要一直常開 你15分鐘開 主要是檢查水分而已 沒有別的意思 然後趕快加了又趕快蓋 不能一直透開 很棒 很棒 現在已經開始了 你一放下去就聞到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吃粽子吧 充滿了粽香的味道 對 好 我們現在來打開 這是粽子 我一打開就看到紅棗 其實你的火候對 你看煮起來就是不黏 很漂亮的 這是有紅棗 亮亮的 你看 你看這個米要煮到它 好像黏起來變貴 有沒有 粒粒 還有看到粒粒的感覺 可是其實它變高了 美麗 美麗 因為米熱熱不好切 這個長粽比較長 是可以分享的 粽子 對 你會看到紅豆沙 對 紅豆沙它就黏在裡面 因為這個有點熱 要冷的會比較好切 是 超級太多的 但這裡有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